今年三月 美国男子斯莱曼接受了基因改造诸肾的戏关移植 也成为了全球首例 结果才过两个月又传出了死亡的消息 斯莱曼是在今年的三月十六号 在美国波士顿的马州总医院接受移植 而因为数后的恢复情况良好 所以在四月六号就出院回家 如今传出了死亡消息 院方认为这并没有迹象显示 这个是和移植手术有关 而家属也向院方表达感谢 让他们可以和斯莱曼再多相处两个月时间